小卫是做八天九天啊 大锅小卫的二楼啊 从我做到小卫的七哈做 我叫桂平 我在这里做了三十几年 从九亿年夏岗 做到现在 你们今天几个人 我们四个人 你这种胆子可以看 夏锅 中国大锅 那个时候唱歌根本就没得论 最后来的锅两年就有个烧烤 刚才就是我们有啥跟烧烤 叫两家 慢冷清 说才话慢冷清 你们中国来了啊 都快来了 各种手里直接过去 我们每天早上切曼祖开始军备了 因为要保着这个牛肉的新鲜嘛 这个早上切了以后 把牛肉就送回来 我们就赶快开始弄 军备工要搞一天就行不上 我们一般就是 军备曼祖到不了去坛 最忙的时候 大家有一大几百 到八点半是最忙的 那当然是点缩的时候 都没得 这年车太胖了 起来过去吧小伟 我这日马又年车太胖了 到了九点半钟以后 慢慢你就要稍微 稍微就稍微就好了 我们也会稍微吃个气了 走下以后的就有一家 就跟到这里什么是小草啊 这里两面呢 就这样慢慢就有多了几家 这人里留了的时候呢 是九九年 就八九九年 大概有三十多家吧 应该 反正刚开始啊 就我们的父亲之后会去家 只能整两个地方都吃个样子 这是我们的二哥 看起来到这里 我们的三哥 看起来到这里 看起来到这里 我们的村庄的 当我们的大哥就是买烟酒服饰的 我们这边四个人发生下岗了 就在这里走哪里 走哪里 我们走活了以后啊 很多人都来过来 拍到银啦 打卡啦 当时都要跟有些人 挂红打卡的 但是外地的年轻人 就到外来旅游 叫做皮鲜之地啊 叫做我们唱得开 八九九三小伟 不要开的话 之所以做了什么火 火的话 其实跟一个是顾客 再跟我们老板 跟老板之间的办谈 也是很快的啊 这个 这是个莫怪 大锅 做哪个肉脏 这个蛮辛苦 其实我总的就是想放弃啊 但是我的顾客 真的对我都忙啊 我看这个顾客 他的爸爸妈妈 真的是感谢你们 这里 这里 他爸妈妈带她来去 然后到现在 她带她去干啥来去 慢着这种情况啊 还有如果她结婚啊 还拿糖果去啊 所以我就觉得蛮感动啊 就是真的 真是这种冷渴 所以我就觉得的话 早就我们来来来 早不吃 不肯定回去了 头下来 这种情况啊 不肯定回去了 这种情况啊 不肯定回去了